针对大家平时可能会用到的盐 我作为一个特别大方的女主人 给大家都准备好了 我告诉你们 这些盐当中有的还是很贵的 我们接下来就要请每个嘉宾 为自己来代盐 好 你们会选择什么样的盐 或者你们觉得哪些盐比较好 说出理由 这个盐当中我知道一个事 就这盐它不是都是咸的 它有那种不太咸的那种的盐 对 就是那种不咸的盐 我支持这种不咸的盐 这就是我为我自己带的盐 好嘞 对 那像我们是喜欢这种 听上去很世心化意的 就很天然 比方说这种天然胡盐 然后这种天然海金盐 吃就觉得有健康 然后有一种出去旅游的那种心情 非常美妙 而且这样我觉得天然的盐 它可以少放一点 它的滋味就很浓郁 我就喜欢那个粉色的 那个玫瑰盐 因为那个盐它的颜色 跟其它的都不一样 我觉得我就是要一枝独秀 我要选择那个粉色的 胖姐 你怎么了 上个节目上的我就觉得 怎么了 就我跟你们的年龄带勾 带哪了 我跟你没有啊 但是 对 你们永远是为那诗情话语买单 一个盐 再普通不过了 就是一个再简单 没有的调味品 咸就可以了 用得着吗 咸就可以了 我给最普通的 最便宜的盐就我的盐 好 这是大家的选择 我觉得不管你们是看颜值的 还是看名字的 还是要诗意的 还是看价钱的 这样咱们还是来通过一段视频来看一看 大家在选盐的时候会选什么样的盐 好的 一起来了解一下 您平时家里都吃什么盐呢 竹盐 滴纳盐 滴纳盐 我吃滴纳盐 加点盐 应该就是正常的吧 不是那种加点 或者深海盐什么的 普通的盐吧 那你吃那个滴纳盐吗 这个知道 前面不买点盐吗 就是超市里卖的那种 以前买过 滴纳盐以前吃过 很东西 这个贤 我 purchase 你啊 乱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